朋友们好,我是老孙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孙坎大 有一句话呀,我们都听过叫什么 男人致死仍是少年 那么咱话就说回来了 你说啊,这个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心态呀,做法呀,想法呀,思想啊 真的一点变化没有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啊,所有的男人不管多大年龄 除了只爱看美女这个爱好 都爱看美女啊,多大年龄都爱看美女啊 这个特点不变之外 其他的都是一直在变化 而且变化的挺多啊 尤其是什么,一个男人当了爸爸之后 基本上都会变得差不多 都有共同的特点,共同的做法啊 我也纳闷,他们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 有朋友说了,当了爸爸之后的男人 有什么特点统一的呢? 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不管你是爸爸也好,还是你爸爸也好 看看是不是都有这些特点啊 第一个,如果当了爸爸之后 记住哦,孩子们要记住 如果你想买一个东西 只要是这个家庭实力 能允许的,能买得起 你说我要个法拉利,那不行啊 就家庭条件能允许的 哪怕这个东西没啥用啊 这个时候,你找爸爸 一定比找妈妈好死 你找妈妈妈的,买什么买啊? 看你长相 对吧,你找爸爸啊 一般爸爸两个状态啊 你说爸爸,我想买什么? 买呗?买? 我们也要给你买去,爽快 第二种状态是什么呢? 也没啥用,买它干啥呀 这个东西就有点贵了 而且他自己有点觉得没有自主权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了 爸爸求你了 爸爸我都想要这个好友了 我同学什么都有 你看,你是最好的了 我保证你给我买了 我好好学习 你怎么用都干啊 你求求你就给我买 行,买,必须买 你叫了,我给我从意 我给你买,我给你妈说,买 你看这个时候,那有人说了 那妈妈要不同,你咋样呢? 那爸爸呢 就这和颜悦色的跟妈妈商量 给他买了吧 你看你啊,求求你了 给他买了吧 你孩子喜欢,对不对 你这买了吧 爸爸低声下气的求为了 给你买这个东西 然后呢 那你说妈妈 求我也不同 不行吧 买了朋友,什么用一点又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的 从来不敢大声和妈妈说话的爸爸 从来不敢据理力争的爸爸 连扣扣的零花钱他都不敢要的 爸爸,这个时候胆子大了 敢拍桌子了 凭什么你不给买呀?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那么扣 你给孩子买点东西能咋的呀 你说你 你这点是不是特别骄傲 我爸爸 为了我 敢和我妈妈干 敢距离力争了 你这我爸爸有骨气 是不是 赶了 你说这个时候妈妈会给买 那也得分 看情况,看买啥 有的妈妈你说还不同意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爸爸也没有大办法了 他只能偷偷摸摸把自己私房钱拿出来了 偷偷摸摸到孩子呢 再拿点钱去买 我敢不让你妈看着 我看着你麻烦了 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做 爸爸也说话算数了 我今天答应了孩子了 我就得让孩子都说话算数 我不能做一个养儿无心的爸爸 对不对 所以想尽一切办法 也得让孩子把这个事 愿望达成了 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的爸爸都是如此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所有的爸爸现在在孩子面前都变现的特别 特别有阳刚之气 你看大多数教育孩子都是怎么叫 咱不惹事啊 但咱绝对不怕事啊 尤其是儿子 你要个外套被欺负了 被打了 那么巴掌的 打回去啊 你咋那么拨弄呢 你咋那么笨呢 就知道哭鼻子 哭鼻子 有啥用了 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就得打回去 知道吗 爷们一点有点男子汉样啊 哎呀我的妈 还这么窝窝窝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孩子啊 哎呀 哎呀这个时候 是不是孩子都觉得 我爸爸老爷们了 老阳刚了 老恋爱了 可是啊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 孩子们有机会啊 你和你爷爷聊聊天 和你奶奶聊聊天 然后聊聊你爸爸小时候的事情 你会发现 大多数爸爸小时候其实比你还我呢 尤其那个年代啊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对孩子这么重视 那 没少让人打 没少让人欺负 然后还不敢在孩子 不喊回家跟父母说 哎呀 我跟你讲 你看现在 啊 要无恙为的 当熟员打的也是老婶的 真的 你这点才知道 哦 我窝呢 我窝呢不随你吗 对不对 那随谁呀 有人说了 那小时候 现在我爸一样高了 嗯 你爸你去看看啊 大多数啊 在冷岛面前 也是居 顶头还要的 对对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是是是 在口味面前也这样啊 在外面遇到一些陌生人 有些争执的时候啊 你爸爸也是什么 退一步海阔天空 人一时风平浪静 不能轻易 不能出手啊 你看 说你的手 打 自己 嗯 不能出手 你看看 是不是呢 嗯 别说在别的地方了 就在自己家 那不是让自己妈妈 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你看看他有啥男的汗气概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 你的窝囊不怪别人 其实就是随你爸 啊 然后其实你爸就是装的挺爷们儿 你看是不是大数的妈妈都这样啊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啊 这爸妈们在生活中都有个特点什么的 一边看电视一边睡觉 尤其啊 在厅里啊 有个沙发 在墙沙发啊 爸妈很愿意往厅里一躺啊 要把电视打开看 五分钟之后 眼睛闭上啊 睡着了 你说怎么证明他睡着了呢 大呼噜了 他那呼噜比电视声还小 这个时候你别管他 睡的会挺香 你要一管就麻烦了 怎么着 你说电视太声太大了 朝我爸睡觉 我把电视关了吗 你这一关你爸睁眼睛了 关电视干什么 我还看呢 你都睡着了都闭眼睛了 我睡什么着 我听声了 给我开开 把这时候你再开开 开开五分钟之后 他呼噜又响起来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有的时候你说累了 你就随长了 上屋里睡去吧 我累什么累一边带着去 其实什么 其实就是累了 每个爸爸围这个家都很辛苦 在外面他是真累了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爸爸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孩子好的地方都随自己 孩子的缺点都随他妈 你说这孩子跑得快 就随我 我小时候跑得就快 这孩子反应快 他就随我 我小时候反应就快 这孩子作文写得好 他就随我 我小时候作文写得就好 这孩子清伤低 这就随他妈 清伤特别特别低 这孩子不够聪明 就随他妈一点不够聪明 哎呀 这叫什么 孩子嘴巴 那就随他妈 嘴可笨了 放心 所有的孩子 都好的地方都随爸 说不好的地方 他妈认为都随他妈 而且所有的爸爸 还有一点 跟孩子说起 他和他妈搞对象的时候 都不会承认当初是 他追的他妈 我还跟着说 你妈追我 你看看是不是如此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呀 我想说什么呢 所有的爸爸都是什么呢 对儿的孩子 儿的姑娘啊 要长大一点 都好像不在意 你们过得好就行 我不用你们 什么时候我也不用你 你们过得好就行 啊不在意爱回不回 爱来不来 电话爱打不打 我不在意 没有你们我一压过 对不对 趁死 你们爱咋的 你们都不想着我 我想着你呀 趁死的 表面是不是这样 其实 披谁都想心里 哎呦 怎么还不回来呢 怎么这样呢 哎呀 但一回来 去 是趁死的 别回来啊 趁死的 现在还回来了 你看是不是 所有的爸爸都这样 爸爸不容易啊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和老宋 看大膳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